今天晚上主要讲的是关于家人培训的家人学院培训4.0的一个计划 可能有的同学有听过或者说有看过可能又了解过 但是这是主要的是家人学院未来一整年的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提升课程的一个计划 那在此之前的话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关于互联网开发产品 就互联网产品开发FDRC整个流程以及各个职位的职责 这个是比较关系到大家理解的程度 尤其是各个岗位的一个理解程度 要不然很多人并不知道比方DADEBA有什么区别 首先咱们可以从整个开发流程的起始端就是这部分 起始端的话我们一般叫stakeholder就是需求 就咱们说的甲方也好需求也好老板也好或者说其他也好 我们会统称叫为stakeholder 所以他的名称是比较广的 然后他的需求是五花八门的 各种各样需求都可能有 然后产品这个需求的话会交给第一个你们可能认知的岗位 我们叫business analyst就是商业分析师或者说在国内的话一般叫产品经理 那所以我们一般说的BA或者产品经理他都属于最开始的部分就是对用户的需求这边进行 分析的一般除了分析之外呢还有做priority 还有做planning 所以他的工作量其实还挺大的 因为这个需求啊 这个需求你不确定他的需求来自于谁 比方说像这样人的话是有学生 学生是有需求 但学生的需求来自于各个方面 比如说我们的divose班吧 比如divose班的话他来自不同背景 比如说转行的人 那转行的是一个需求 那还有种情况什么呢 是web全站班已经工作的人 然后回来来上divose班 这是他的需求 还有一种是IT毕业生来参加divose班 他的一个需求 所以stakeholder他可以代表各种各样的需求 但是不是代表每一个需求就需要采纳 所以说这个整个的需求啊 相当于一个需求池 然后整个都会交给一个business analyst 然后business analyst根据整个公司的一个业务发展等等 让他由由他来进行对各种各样的需求性分析 归纳然后总结 然后排序 然后分priority 然后呢把需求能够成功的经过 一般我们会经过通脑风暴 brinstall 然后detail等等 把需求定好了 确认好要做哪需求之后呢 整个的需求会再转交给UI designer 所以这个其实叫UI designer 或者说一般情况下BA 如果公司大的话 BA可以先转交给UX designer 或UX researcher 把整个的需求呢交给UX 然后再转交给UI designer 但是大部分的公司啊 没有那么多的budget 同时请那么多岗位 所以很多的公司他们的UI UX 可能合在一起 是一个公司 是一个岗位 所以说很多公司 你看他在招的时候 他会写UI 写-UX designer 那其实就是说 UI和UX合并在一起的岗位 但是在澳洲的话 澳洲大部分的学校学的UI 或者他们叫interactive design 他其实最终去学的是UX 澳洲这边基本上除了UNSW之外 他有真正的设计 转眼之外 其他的学校基本上都是UX为背景的 因为你们可以想想 如果说国内的做设计师的 一般是高中 做考要学美术 要一个美术功底 然后一步一步走设计 需要很多年的一个沉淀 那很多澳洲来澳洲学设计呢 很多他们并没有美术功底 可能是转行做UI designer 所以这部分就会稍微欠一点 大部分的澳洲的留学生也好 或者学生也好 他们很多都是interactive design 走的是UX 然后有个别有天赋的人 可以走UI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然后BA呢就是说 把整个的需求文档 交给UX UX出prototype 或者出流程图 然后呢再转交给UI UI呢进行重新的设计 并且final 而且一般UI 互联网产品的UI designer的话 他一般会根据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scenario 就不同的类型 比如说你有一个 reset password 这种function 所以他一般会 比方说 就比方说 在输入密码这个环节 那如果BA这边 没有给出一个明确需求的话 一般有经验的UI呢 会给出 比方输入正确的情况下的设计图 输入错误的情况图 然后重复输入错误图 然后密码不匹配 错误的图 所以他会给很多种 这是一个有经验的UI 和没有经验的UI 很大的一个区别 然后从BA这边的话 就是跟UI准确拿到一个 最后的一个UI图之后 然后会转交给BA 所以BA呢 又会重新把UI的设计图 重新归纳 归纳好之后 然后重新进行排序 排序完的话 一般BA 就产品组的BA 会再把整个的需求文档 包括设计图 转交给PlatOwner 所以当转交给PlatOwner的时候 PlatOwner会进行重新排序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 像这个代表的什么呢 PlatOwner 一般也会有一堆的需求 所以BA 它有很多需求 PlatOwner这也有很多需求 PlatOwner这边是什么呢 一般一个团队里面 只会有一个 就一个开发团队里面 一般只有一个PlatOwner 但是呢 BA有很多个 所以BA这边会 收集各种各样的需求 并且可以交给设计师 设计师这边又出来 很多的设计 然后再交给PlatOwner 所以PlatOwner这边 一般会有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需求 然后他又重新进行 做一个排序 IMI给开发 开发组 所以你看这里的话 就是一个整个的 一个开发的组 一般PlatOwner这边 比方说 下两周 要做什么什么东西 他这边就设计好了 下两周 还有一个月之后 做什么东西 都先规划好 然后PlatOwner 会跟一个Agile Team 在一起做 一般一个Agile Team 里面会有一个PlatOwner 所以这个是在 BA的职业发展路上 这一条方向 就从BA 然后再升一级 就是到PlatOwner 或者BA到Senior BA 但是一般很多人 还是喜欢做PlatOwner 因为他有一个感觉 就是 比较 因为他可以掌握产品 所以这个感觉是 工作的感觉是比较好的 然后PlatOwner 这边定义好 所有的需求之后 交给整个开发组 开发组的话 你可以看 会有前端 后端 还有QA 或者我们叫TESA 测试 所以说一般一个团队 一个整个 在澳洲普遍的一个团队 一般是两到三个 前端和两到三个 back end 然后公司的话 也有可能是四个 full stack 所以一般情况下 整个团队里面 起码会包含一个senior 再加一个前端 或者加一个 加两个后端 等等 一般这个senior的话 它是前后端都会的 除非那些比较大的team 可能是后端一个senior 前端一个senior 这个是很 但是我目前看到 很多的公司 其实这个senior都是full stack 很少出现纯后端的 就是现在这个modern的 年轻人的话 所以说一个团队 其实一般是四到六个 程序员 然后再分不同的级别 所以一个团队的程序员 也并没有很多 一般一个组就大约这么多 然后呢 一个组会配一个QA 让QA进对整个的developer 这边做的内容进行测试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是一个循环 就是这循环是不断的进行发生 两周一次的计划 然后走的是agile 就是两周 就是程序员和QA 需要在这两周时间内完成 PO这边转交过来的任务 然后完成 两周完成之后 再进入到下个循环 所以这个循环是不断的发生的 然后你可以看整个 这是一个开发的团队 所以这开发的团队啊 会加一个proudowner 加一个程序员 加QA 所以程序员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岗位 是有其他的岗位一起配合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发现 divose并不在这个组里 divose是在另一个 一般公司都是infrastructure组 就是基础建设部门 一般他是在那个组 他不会跟程序员在一个组 所以说他 所以说这边做完之后的东西 会不断的会发给divose 就是说两周啊 会不断的到divose这边进行部署 divose这边是属于 他们再往下一层的内容 所以只有到divose这边 你们可以看到 才到production 但是很多公司 可能顾不起divose 因为divose比较贵啊 一般都十万起的年薪 所以很多公司 其实是顾不起divose的 那这个时候 很多的岗位啊 都是senior做 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有同学 他们你们可能管部署了 有人不小心管了部署 那其实这一部分的内容 在小公司里边的话 一般是senior做 而且这部分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大部分人可能做了一辈子 程序员都没有接触到部署 所以他们的薪水可能只 一直会停留在 十万以下这个位数 如果想达到十万以上 需要经历一点divose的内容 你才能有机会达到十万以上 如果没有经历的话 是很难的 所以所有的代码呢 会经过divose这边进行部署 monitor也好 管理也好等等怎么样 全都经过divose 然后进行到production 部署到production的话 一般我们production 就叫正式版本 比方你玩游戏 你们知道MV4要快来了 比方MV4的正式版本 叫production 测试版本呢 alpha beta 所以那叫测试版本 所以说这是不一样的 正式版本production的话 是divose帮忙去部署的 当然整个的部署环境 全都是divose相关的 只是说到最后的版本的时候 给大家演示的更加清楚一些 叫production 然后部署到production之后 你们才能发现 出现了一个新的岗位 叫data analyst 就数据分析师 只有是进入到后面这个阶段 才有这个数据分析师岗位 如果前面这个阶段 它并没有完成 它就不会出现这个岗位的 因为数据分析师分析的数据 它都是生产端的 都是production的数据 那分析测试端的数据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你们可以看 有的人不懂 BA和DA什么区别 你们可以看 从BA和DA 它在物理上 在现实环境里面 在距离上 它就不在一个组 它完全不同的一个部门 所以BA的话 一般我们会是一个产品部门 或者产品组 有的公司可能是大一点 就是专门的产品 专门搞产品的 有的公司没有那么大的话 可能BA它跟developer团队 是在一起的 然后像数据分析师 他就在数据部门 专门做数据的 然后所有拿的数据 全production过来了 所以这两个是完全完全 没有任何相关性的行业 无非是 BA这边想拿一下production数据 帮助他去分析这个产品 可能会要求DA这边 会出具一些数据 帮助BA 帮助product owner product manager 这边去分析一下产品的问题 然后进行优化 所以说BA和DA 在物理上完全不一样 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 除了DA 很多人也会问的是 data engineer data engineer你可以看 因为我data engineer 没有画得很细 因为很多公司 data engineer 它可能就只有一两个人 或者两到五个人 它没有很多 所以data engineer的话 它其实是不在开发 这个循环里面的 它不在我们叫agile team里面 它是独立的一个循环 但是循环是非常接近程序员的 所以说data engineer 它其实是相当一种 做big data 大数据方面的程序员 因为我在大学里就学了data scientist 所以是整个的数据 跟程序员那边 是非常接近 但又不接近的 就是因为程序员这边做的 一般我们叫feature开发 就是做一些功能性的东西 比方说点个button 或者说付款 这些是程序员做的事情 那data engineer的话 现在很多的工作会有 是因为什么呢 比方说啊 比方说你们用抖音 你们用精神头条 都会有推荐 对吧 推荐系统 那整个推荐系统的搭建 只能靠data engineer 因为data engineer 这边是有这部分的专业知识的 比方说如何做一个推荐系统 如何处理数据 数据是怎么相关性 这些其实是data engineer 和data engineer一起做的 所以说程序员呢 这边更多是实现 就是说 推荐系统 整个这一块 过来的数据 然后程序员这边去收 那如何去处理过来的数据 那都是data engineer做的 所以整个过程 你可以看到 也是从大约是从BA 或者从哪里 拿到的需求 要做这个事 然后呢 再会转交给data engineer 这种team 然后这个team里面 可能有part owner 可能没有 因为 data engineer这个team的part owner 要求太高了 它首先得有数据背景 或者有data scientist背景 然后做part owner 比较合适 如果没有的话 直接去做data engineer 基本上搞不懂 看不懂的 所以有的很多的公司 他们这里是没有任何的part owner 去做的 基本上data engineer 是自己进行维护 整个流程的 所以data engineer 它是自己维护的 代码也自己看 它不会找developer 去看代码 所以他们自己的代码 运营啊什么的 都是自己处理 但是你可以看到 data engineer后面 它也是开发出来 东西之后呢 会转交给davops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从data engineer这边 拿到的一些 做的一些事情 做一些feature开发 做一些推荐系统 它依然要转交给davops 所以davops 在公司里面来讲 它不仅仅服务于 一个产品 feature 就比方说 这全是web的 比方这是web team 然后它是服务于web的 它其中一个任务去服务web 它也可能会服务于 davops engineer 还有比方说 有的公司有mobile 有的公司有AI 有的公司有IoT 那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话 都要到云端跑 那云端 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 davops去做处理和管理 这就是所有的部门 都要跟davops合作 那davops的话 就是非常的纯粹的技术岗位 然后呢 纯稿技术 然后davops的话 要跟不同的部门一起做 所以davops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 它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代码 和各种各样 你可能完全未知的领域 比方说 做前端的 做drava的 backend的做drava 或者做pathon的 做csharp的 那你可能要快速去 学习一下它的语言 比方说做data engineer的 有做kwafka的 有做什么real time的 你得去了解一下data engineer做的事 要不然你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像之前我们做那个mobile开发 做iOS 然后davops呢 还得去学一下scode 做学习一下 iOS产品是怎么部署的 怎么部署的app store了 怎么能够实现自动化的 所以davops要学的内容特别多 但是呢 这个knowledge gap会 就是工作久的人 跟工作新入行的人的knowledge gap 会差得很远 因为它可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产品 所以它的经验性会非常高 那一般作为developer就不一样了 developer一般工作是按照feature开发 去做的 也就是说developer 它更多的要去理解原理 更多的要理解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怎么做更好 它要理解原理的情况下 做得更好 所以程序员这一部分 它是有机会弯道超车的 比如比方说年轻的程序员 他可能有机会弯道超车 因为我之前上班的时候 我的工资就比公司老的程序员高很多 所以基本上就是年轻的程序员 可能会弯道超车 但是davops的话 它也是经验积累的 想超车不是很容易 这是整个davops 然后大家也跟程序员类似 然后这是整个的互联网产品 开发流程 然后每个岗位有不同的特点 然后每个岗位不同特点 求职的方向 求职的方法也不一样 所以前面介绍了一个大家 就是关于互联网开发产品的 一个部分 那从家人培训这边的升级来讲的话 也是跟随着前面 互联网整个sdrc 软件开发流程去走的 就是每一个产品要配合什么岗位 我们也是这么设置的 所以从整个这么多年 从17年到现在来讲的话 像17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有个培训1.0 当时就已经定了位置是1.0 然后比方说团队 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团队有团队项目了 因为我之前在国内参加培训班的时候 他们也是组建battle 所以我也经历过组建battle 所以说当时1.0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分不同的小组做项目 而且每个组的项目都不一样 而且要组建battle 这个时候1.0其实有了 但到2.0的时候 我们其实增加了是一个实习 因为后面发现 大家的代码可能还没有到公司的级别 然后我们就增加实习 让大家就能够获得真实一个工作经验 然后从实习角度把代码提升上来 然后同时获得一个项目 因为公司的项目会比较大 那个codebase的量 也是比团队项目要大数十倍 这是这个量 因为了解是非常难的 那到2020年5月的时候 就疫情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突然想了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当时是2019年 就已经开始做现实决计平台了 所以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做了 所以当时是我们已经上线了现实决计平台 就是所有的学生不需要再用Google Drive了 我们直接在自己的平台上进行学习 我们可以上传很多资料 这那时候就有了 然后我们就增加一些tutor 不同的项目的tutor 像全战班的话 一期大约要动十个tutor 大约六七个老师加十个tutor 可能后面tutor越多 我们后面想的是 每一个组都会配一个专职的tutor tutor越多的话 大家学习的能力会越强 其他的divorce班也会一样的 然后我们3.0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 web全战班 divorce班 BA加UI 一起合作项目 这个是 这个虽然看似很简单 但是这个想法 提出来的时候是比较震撼的 就是因为divorce班 它必须要有真实的项目 而且这个项目必须要持续的做 就像前面来讲 就是这个项目呢 必须持续开发 divorce才能够真正学会东西 所以divorce我们是18年开始做 我们18年就引开做divorce了 但是真正能够突飞猛进 他们的offer一大堆的时候 就是大约就是这个时候 2020年5月的时候 我们重新把divorce班升级 重新改 然后跟web全战班 BA一起做 这个时候divorce班的offer 忽视忽视来 最早的时候divorce他们面试 更简单 直接就只问个CICT结束 你回CICT就拿到offer 那个时候太简单了 后面的话 大家就是会问的越来越多了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是四个班 四个不同的班 一起做项目 这个应该是在其他的 同类型产品 或者local的 一些公司培训班里面 是从来没有的 我们就除了团队项目之外 还在增加不同的班 一起做 形成一个比较大的 就是相当于这个循环一样 是非常大一个循环 管理商也比较难 然后4.0 4.0呢 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情 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跟更多的企业合作 其实是2021年去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跟德行合作了 因为divorce直接就是把学生 我们就直接往德行推 然后德行那边拿到的 也是很满意的 所以说后面就建立一个 长期的合作关系 就是divorce班 还有web全站班 毕业的同学 我们可以直接推荐到德行 所以你看 现在德行的话 有二三十个 这样的人的学员 已经在德行了 蛮多了 然后7.0的话 是刚刚谈的 7.0也会有 7.0主要是要 大三一之念那边的人 所以也是会很长期的一个合作 都是大公司 比较好一些 因为我们培训的 也是面向大公司的 然后面向 就是直接可以面向公司招聘 这是4.0整个的计划 然后showcase 就是4.0开始 是我们5月份的时候 也就是说上个月 上上上个月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showcase 邀请了 邀请了40 30多家企业的 HR和负责人 来听大家的录影 然后不少同学 也收到了一些 面试的机会 然后目前 大部分 目前统计的话 当时这次录影 应该是85%的同学 全部有offer 保守 保守是85% 很多人还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 能问到的 绝大多数都有offer了 连student visa都有offer 然后是学员推荐 这是后面 我们正在努力做的 所以整个 将人的培训的4.0计划 是逐步网上走的 然后呢 这个持续也可能 持续一年 因为我们要谈 更多的企业 参与进来 然后呢 也更多的企业 可以认可将人 培训出来的学员的质量 然后呢 进入到他们公司 当然这个是双向的 因为学生 得帮助我们 在企业做得很好 企业才认可 所以说基本上 相当双向的 这是整个的 我们一个发展的史 就是比较多 然后呢 整个4.0的话 其实是 除了 授课之外 你们一般会过来问的话 就是比方说 我们班讲什么内容 其实讲什么内容 讲Driva也好 讲Red也好 讲Devoss City也好 它仅仅是 在一个授课 课程授课内容里面 但是我们做的 这个培训的这个班呢 最重要的不是授课 最核心的是 商业项目和实习 这部分 然后新增加的是 工作推荐 所以这整个过程 核心的 其实是后面的 然后整个课程 课程授课部分的话 一般是三个半月左右 三个月到三个半月左右 目前加的课比较多 然后内容特别多 所以说大约持续三个半月 除了上课 每周六个小时的上课之外的话 每周还会增加 两个小时的 Titorial答疑 像全站班的话 一般是一周 有两个不同的 Titorial 非常像学校的课程 所以整个课程的话 是大体这样子 但除了这之外的话 在额外的时间 就是在课程上课的 额外的时间 我们又要组织一批人 去做商业项目 或者叫自己的项目也好 商业项目也好 基本上都要达到这个级别 所以我们一般统一 叫商业项目 商业项目的话 是每期不同的团队 这个组名 这个团队 组长 都是自己你的 然后做什么产品 我们会有一个 我们叫panel 会像我们会去审核 审核通过了 继续走 审核不通过 要重新反攻 所以说在正式做项目之前 所有的学生 所有要做的项目 都要经过我们的打分通过 不通过是做不了的 不通过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 然后我们为了让这个项目继续进行 目前是每个团队都有Tutor 就是我们会分两种Tutor 一个是导师加课程Tutor 就上课的Tutor 还有专门带项目的Tutor 所以这些Tutor是完全都不一样的 然后人也不一样 大约10个左右 就像Divocs班和全站班的话 Divocs班现在是5个 然后全站班的话大约是10个 所以后面我们会不断去招更多的Tutor 然后每个组都会配个Tutor 而是商议项目的话 是额外的时间 就是除了6个小时 加2个小时底头之外 基本上做商议项目 都要每天开会 就团队内部自我开会 然后要写代码 要做项目 所以说除了上课的时间之外 还得做项目 这课程里面呢 如果我想找工作 因为有的人只是想upscale 那可以不用参与商议项目 有的人想找一份工作 那我基本上都是要参加这个商议项目 你不参加商议项目 你的简历上是空的 只有参加商议项目 你的简历才有东西啊 才能让企业认可 企业才敢招拧 所以商议项目 基本上是能不能找到工作 最核心的地方 也是我们比较重要做的东西 因为现在像这次 我们增加showcase之后 来进入到下一阶段 实习的人蛮少了 就是大部分直接 就在这个阶段 全部拿到offer了 尤其上次showcase 基本上就全 就基本上没有来 下一阶段实习了 然后导致我们实习的合作企业 就基本没人 大部分都有offer 所以这现在目前 也是我们另一个困境 我们可能要把实习 部分实习可能提前 让更多的学生加入进来 这是商业项目 商业项目之后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实习 所以你可以看 整个的时间是三个半月 就是课程的授课阶段 和商业项目时间 是同时进行的 那商业项目的话 一般啊 我一般建议的是 20个小时 一周20个小时 到38小时之间 有的同学 可能是可以全职学 可能一周学70个小时 这个都有的 所以说一般你花的时间越多 你的成效越好嘛 所以这个是整个 这个课程授课 加商业项目的一个核心 然后之后的话就实习 实习的话 一般我们目前阶段 就是商业项目 目前他们可能代码的质量 思路 然后solid 一些不同的原则 可能还不是那么好 但一般实习这阶段的话 我们更去把它 push到下一个level 然后有的实习的话 就是有同学可能会怀疑 为什么这样的学生 有同学刚刚转行 第一份工作12万 怎么可能呢 是吧 但是其实呢 很多的人拿到12万 15万 13万 这种第一份工作offer 他们其实在实习里边 已经进行三个月了 你想想前面三个半月 加三个月的实习 大约六个月 然后到实习阶段的话 他们做的工作 像比较有能力的人呢 他们做的很多工作 是比较production 就像前面这部分啊 就是一个程序员 做了很多divorce的动作 那他肯定妥妥的是10万家的 这个是基本上10万以下 公司也不敢给 所以实习这阶段的话 大体是这样子 就是一般属于一个upscale 然后让你获得更好的一个经验 然后呢 可以冲击一下更高的offer 甚至说可能过上一年之后 因为这production的 divorce这部分 程序员一般进入公司 真的没有机会碰 实习阶段的话 是有机会可能碰一碰 这个可能会影响到 未来去职业进一步提升 进入到15万这个级别 这个门槛 所以说这个部分 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那4.0我们除了这个实习之外的话 增加了一个新的东西 叫工作推荐 这工作推荐呢 是我们新的 也就是说我们会真的是 有专门的人去不断的去 找公司合作 然后呢 我们现在是跟几个大企业 是可以直接推的 然后目前的情况是 我们可以持续性的帮 企业推荐candidate 企业这边的话 也可以直接持续性的去 主动的去看 学员的情况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 现在正在做的是 能统计学员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然后企业可以直接去follow 这些学员的profile 然后呢 给一个面试机会 面试是很容易给的 就是我们现在推荐过去 基本上都会给面试的 但能不能拿到 还是看个人的能力怎么样 个人到底能不能把握住 就是这个是很容易的 然后剩下的话 就是说我们会持续性的 包括以后 就下了一排比较大的起 包括以后工作了 找到地方工作 跳下一个工作 这部分我们也是会 持续帮助的 也是希望大家 大家可以互帮互利吗 然后像我们除了 如果有的人有兴趣啊 就像项目 商业项目 这部分的话 你们有兴趣的话 是可以去YouTube和B站 去看看那个 之前他们讲的视频 有英语的 有中文的 都有 英语的话 基本上是面向企业的 企业可以直接看到 各个人讲的情况 这在我们的YouTube和B站都有 然后呢 像项目的话 就更重点的话 像这样的话 更重点的是商业项目 商业项目的话 我们一般会分两类 一个是现有项目 也就是导师的项目 就是基本上导师 这些带队做项目 还有一种项目呢 是原自你项目 所以说这个商业项目 一般情况下都是新的 除了老师的项目 是 持续的之外 学生自己的项目 全是新的 因为现有的项目 是比较难的 因为像 像全战班的话 这个老师项目一上了 就要用Redux 但是Redux还没学呢 像我的项目 就直接要用Tapscript 然后还没学呢 就基本上要求能力比较高 然后学员自己项目的话 可以一步一步去搭建起来 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 类型的项目 供大家选择去加入 这项目类别 然后从全战班 从佳人培训4.0课程来讲的话 我们目前是将人的主要 这几个课程是进入到4.0阶段 从Code 10.0 就是那个我们的编程中文班 从编程中文班 毕业之后呢 可以进入三个方向 可以进入BA BA其实不需要学 我这话错了 不需要去学Code BA可以直接去做 就是不需要Code的 UI其实也不需要Code 可以直接做 所以像Code这个编程中文班 直接进入的话 一般是 可以选择两个 一个是4-Stack 一个是DevOps 然后目前的话 是这五个班 就是全战DevOps BA UI和Code 是4.0计划里面的 已经在执行了 然后Programming 这条线的话 就是从这里 Code到4-Stack 或者说DevOps 都可以 然后产品线的话 就是直接BA Design的话 就直接UI 所以这是4.0 目前融合在一起的培训 然后目前的话 我们也有数据分析和数据工程 目前还是在3.0 数据工程应该会提前转到4.0 然后我们现在还在做准备 就是包括跟更多的企业谈合作 参加Showcase 让这个Case 让这个Project做得更好 所以说这个Data Engineer 还在筹备中 那应该是下下 下一期的话 应该就可以进入到4.0 可能会进入4.0 然后数据分析的话 我们还需要经过一个过程 因为数据分析的 数据分析的岗位比较特别 它需要做各种各样的Case 我们的Case 正在收集 就是希望让学生 能做到十几个Case吧 这样子的话 是比较有机会的 Data Engineer的话 目前会正在往4.0阶段去转 所以目前这是 这样的核心的几个课程 的一个计划 然后像3.0 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3.0的话 也是一样的 就是老师 课程Tutor 然后项目Tutor 然后我们也有课代表 就是班长 还有班run 然后也有我们的实习 和我们自己的平台 这些都有了 这包含3.0已经包含了 所以说 如果详细介绍一下4.0的话 就是所有的班呢 会进入一个roadshow 就是我们的一个路演 或者叫showcase 然后呢 其又可以直接联系员 目前像Servant的话 他应该把我们学员都家里边 然后一个个都去发了 呃 面试机会吧 然后呢 企业可以直接看到项目和项目链接 然后也可以看到所有的团队成员的link in和简历 然后有的团队成员的话 可以给一些自我介绍 这些是可以的 目前像上次参加的呃 企业来讲的话 我们大体是有这些企业 就上次参加showcase企业 包括你们可能知道的 什么德勤啊 Servant啊 Compono啊 Nav等等 还有intern啊 呃 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公司啊 企业都会来参加了 然后呢 是有一些不错的机会的 那像呃 如果是参加showcase的话 我们大体的话是这么一个介绍 会给企业的 一个是有什么样的人 然后呢 是这个项目展示 比方说上呃 上一期我们呃 推荐的产品是这个 ProEase 然后呢 目前是10个呃 程序员 一个BA啊 就是8个8个Fastag 然后4个Developes Engineer 一共10个人的团队 做了 然后后面会有一些link啊 demo啊 还有一个每个团队 每个人的一个介绍 就都有 然后ProEase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架构 比方说 他用的是哪些cloud 哪些service 云端呢 这个其实企业比较看重的 然后呃 然后他的一个stack 他的技术站有什么 这个是ProEase的一个介绍 然后我们一般是在showcase的话 是大体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叫gather的空间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些小人啊 就是可以在这走来走去的 像游戏一样 然后企业的话 也会在不同的房间里面 然后你做showcase的时候 也是在企业里面 它其实是比较接近于物理世界的 然后呢 企业和个人可以像这种视频聊天 去交流 有兴趣的话 是大家很有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就是私人 然后邀请过来面试 可能给offer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做event的最后的情况 但是这个是指队内的 就说外面的人是不能进来了 我们都是邀请制的 就即使是学员没有参加showcase的都不能进 这是我们做的showcase大体样子 所以培训4.0除了showcase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支持性的东西 一个是我们叫topcoder topcoder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评选topcoder 然后直接去面向企业 给他们推荐去 像一些企业的话 他们跟我说 他们可以不等 怎么说呢 不等学生毕业 或者项目不等做完 如果我们推荐去 他们面试觉得soft skill能力OK的话 或hard skill也差不太远的话 他们可以提前给offer offer之后的话 可能过两个月之后入职 这个是可以成的 但是呢 最好是我们能够推荐 有理由推荐 因为毕竟是项目还没有出 所以我们得有不同的一个计划 能够推荐 把人推荐过去 所以我们会有了一个叫topcoder 一个推荐计划 然后是还有一个叫bandrun bandrun是后面是新增加的 然后bandrun的话 是可以去收集大家的一个信息 然后转交给企业 企业就可以看到你们自己的profile了 所以班主任其实是工作量很大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是直通车 直接把候选人推荐给企业 这个是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做的 持续性做的一个talent pool 让大家更能够容易去修持 甚至说以后去 比方说你第一份工作没有去得寝 你后面想跳槽的得寝 这都可以的 这个我们都是很欢迎的 所以这个是刚才说的一个showcase 然后除了showcase之外的话 整个的我们4.0的话 其实是也会让更多的一些 找到工作的同学 找到工作的学员 推荐自己的企业过来 这样子的话 因为企业已经认可你的能力了 那就会让 也是想发挥自己学员的优势 因为毕竟进了几千家厂了 所以说能够推荐过来 然后我们也会给一定奖励 所以整个的相当于是个 共创的一个平台 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进来 也让更多的人可以 有更好的一个机会 更多的企业认可学员 这是整个的流程 那从按照时间分配来讲的话 就是像我们拿的一个项目 来时间分配来讲的话 就像项目准备阶段 就BA和UI的话 是在项目开始之前 要进行一个产品分析和设计 然后呢 我们会一般是在全站班 第一个月进行分组 所以说全站班的同学 先开始进入 进入之后的话 是第一阶段成员开始做 一般做一个月之后 像Divose班的话 应该两个星期之前 刚刚去分了 所以说两个月之后 一个月之后 就是全站班这个项目T3 一个月开发了一个月之后呢 就是Divose班就加入进来 然后呢 大体的话 Divose进来的话 大体做两个月 然后整个的项目的话 你可以看到大约是三个月时间 然后三个月 三个月时间完成一个项目 然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彩排 就是看看大家做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我们会安排一个时间 组织一个录影 让企业直接过来 所以这个是整个项目阶段的安排 比如说 我们一般会分课程阶段 项目阶段嘛 这就相当项目阶段 额外的一个阶段 部分内容 然后是从第一个月 第二月第三个月 不断的一步一步走 然后每个月去完成一个 Mailstone 完成一个里程碑 然后呢 不断的去提升 最后一个月的话 如果有机会 能做到Subless 能做Lambda 能写Union Test 那基本上非常稳妥了 就是找一份工作 非常非常妥 太容易了 所以这是整个的一个阶段 因为整个的时间 周期也很长啊 你需要坚持下去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一些 坚持的一些手段 后面有人追着你 然后开会 组长制 班如任制等等 会不断的去 推着你往前走 这是我们尽可能做到这个 我们没有办法 一直填压下去 所以这是项目四等 然后像我们web全站班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P3啊 我们一般说的这个P3 已经不再仅仅是全站班了 因为很多班一起做 所以说你看 一般情况下是 82Developer 我们定的 然后DevOps的话 现在基本上是 四位DevOps Engineer一起做 然后BA啊 UI啊 是一起做 大家大约就是 如果物理上的话 就是坐在一个桌子上 大家互相了解 然后如何去规划你的时间 就你后面如果学的话 你如何去规划时间呢 你看这里 如果是转行的同学 转行的同学的话 一般我们要求的是要 去参加一个编程入门班 编程入门班 这里的话我们是直播嘛 更多的情况是可以答疑 因为直播是要耗花很多的时间的 然后也是希望能够你通过 入门班的形式 能够坚持下去 自学肯定可以 编程入门的自学肯定可以 但是很多人自学不下去 有可能学歪了 所以这是编程入门班 如果说要去转行的 如果真的想彻底转行的话 可以去来我们参加一个 编程入门班 然后编程入门班是三个老师 去讲 是大体是这样子 然后编程入门班之后 反正不管你是自学也好 来叫人参加编程入门班也好 也起码得两个月 很难再短了 这个已经非常fast track了 因为其他的都是IT毕业生 学了两三年 然后才能去做developer 咱们已经压缩到 接近八个月了 去转行做developer 所以转行同学的话 一个是web全站班 然后是大约两个月之后 就是说三月份开始参加web全站班 然后做项目 项目的时候 如果说 为什么说这个有能力合格 参加showcase 因为转行的同学的话 一般还都会在经历上 一两个月 晚上自己代码 再参加公司面试 可能性会很高 如果刚做完showcase 直接参加的话 会有一些 可能拿不到offer的机会 白浪费的一些机会 尤其是一些大厂 就白浪费了 然后参加完 五个月之后 就五个月之后呢 参加实习 整个这实习阶段的话 一般我们是 我们有个标准啊 就是你 你完成了哪些任务量 然后根据这时间 大期你可能几个月之后 可以找到工作 这个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标准的 就是差 差的比较远的话 可能真的要三个月之后 才能去实习完之后 才能找 那就真的是八个月时间了 很多的人可能说六个月左右完成 这是转行的同学 那IT专业的同学的话 你想在毕业之前 尤其是没有PR的同学 国际学生 你要在毕业之前 无缝连接 一毕业拿到offer 那你就需要什么呢 我们要往前推时间 比方说就是在大学毕业之前 一般我们是比方说像12月份毕业嘛 那大体是11月份开始投简历 然后12月份拿一份工作 所以在11月到 呃 在那之前的话 要留出最后一个学期来做实习 你做了实习 你才能可能拿到一份非常好的offer 然后也可能在一个月之内啊 时间不长也不短 然后拿到一份offer 比你同学也好 因为很多同学可能毕业也没拿到一份offer 你可以在毕业之前拿到一份offer 所以一定是要在最后一个学期这边准备好 呃 拿到 那就是实习 然后再往前的话 就是第二学期或第三学期 都可以参加全程班 我们一年开五次嘛 呃 然后是参加全程班 然后呢 是如果要参加入门班的话 也可以 因为入门班相当于是三门课 呃 合在一起的 Wive Python和数据库嘛 这基本上一个入门班就涵盖一个学校的三门课 这没什么问题 然后如果说啊 如果说有的同学能力OK 想在毕业之前拿到一份坚持 这个其实没有问题的 因为像上次15期 我们有几个斯顿维萨 斯顿维萨同学他们都有坚持 就是他们找的offer都是developer的坚持 这样的话 他可以累积他们的工作时间 呃 去拿担保 因为有我们合作这些公司啊 你看他对他们对外是不担保的 比方德勤啊 其他四大啊 KBJ这些 他们对外是不担保的 呃 对外不会说给你雇主担保 但是对内给我们说的是可以雇主担保的 如果这些学生在工作 在上学期间有一份坚持 而且一定是要developer坚持 那就可以累积工作时长 不用等在这公司工作两年之后再担保 啊那就是有机会和时间的 所以说你如果想要在上学期间找一份坚持 呃是可以的 要不然要不然不行 然后devops的整个学习流程的话 呃比方说如果是IT毕业生也是一样 IT毕业生就从这里可以直接上了 呃如果说是转行同学的话 也是要上一个辩论文班 然后再去选择 你是如果你以后想做devops 可能有的同学可以先去学外全站班 然后到devops班再做实习 有同学的话是先做devops 然后再做devops实习 然后去拿一份offer 这两个方向都可以 但无非是什么呢 无非是你的目标到底是多少钱 什么意思呢 呃就比方说你未来想拿到20万以上的薪水 以devops的身份进入 全站班的内容是必须要学的 只不只不过说是一开始学还是之后学 这两个学都行 但是你必须要学 如果你只是只想拿到10万到13万之间的devops offer 全站班就可以不用学 coding也不用学 因为你一般一年的coding量没多少 那如果想去一些大厂的lesson 拿到24万m4呃p4的一个薪水的话 那就得学 要不然是完全进不了的 因为他们 因为devops他这个职业啊 真正的职业是 做完两年backend之后 或者做完两年frontend之后 转行做devops 就转方向做devops 所以devops他其实是一个develop的一种 他并不是独立出来的 或者说非常新的 这devops已经很久了 我14年工作的时候就有了 所以devops这个是很久的一个工作 只不过是说大家真正认识 也是我们最近这两年推的比较广 然后也很多学生拿到devops offer 十几万了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已 所以说整个devops的话 呃是这个流程 如果你们想拿到20万以上 呃就得另一条办法走 如果只是拿到10万到15万之间 啊那很简单 那devops就非常简单的拿到 然后BA 如果是要有同学要做BA的话 那就是说首先啊 前大约前两星期呢 就是先把知识储备给做了 然后呢 大体是两三个星期之后的话 就进入到web全站班 和导师班的项目 不是导师的项目去参加 然后这个这个情况啊 是web全站和导师 这个整个的项目 它其实不属于实习 因为实习有一个更高的标准 所以它并不是属于实习 它是相当于一个过渡阶段 但是呢 这个你是可以写简历上的 呃 因为像上个月啊 就是这个月啊 六个月份 我们大约大部分的BA啊 都拿到off了 就BA这么难找的工作的同学 都拿到off了 像七月份还是八月份 有一个我们的BA 要做14万的分享 他拿到一个14万的off 我自己都想象不到 能拿到这么高的薪水 所以这项BA的话 它是呃 可以多个简历 就是你参加 比方说你参加两个 全联盟的项目 你就多两个项目经验 你在家实习 像那三个项目经验 找一份工作 绰绰有余 而就是简历部分 完全没问题 那就看自己面试部分了 所以说前半前半阶段的话 BA可以在这里去磨练一下自己 然后过了BA这个阶段的话 进入实习阶段 实习的话 就是在我们公司 或者说在合作公司 呃 去参与 然后做的是项目 项目完之后 我一般要求的话 至少做完两个Epic Epic如果不懂的话 就相当两个大的一个功能吧 两个非常大的功能 做完两个之后 再去求职场工作 要不然你没做的话 你都不知道面试说什么 公司过来问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 所以这是一整个的一个阶段 呃 BA方向 大体的话 BA并不会花很久啊 大约四五月 而且BA不需要背景 我们的学的基础是差不多够了 因为很多学校的BA 他实际上学的是DA 呃 所以说像 整个的阶段的话 就是你不管参与到哪一个 项目也好 实习也好 都会有你经历过这种不同的 我们叫environment 所以我们一般会分五个environment 就是logo开发 integration UAT pre-live和production UAT的话 我们叫测试环境 在这里的话 你看这是我们原创的图啊 我画的 画到两点 凌晨两点 然后这个图的话是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developer 只能会参与到前三个阶段 你们可以想 就可以理解成前三个阶段 Senior是全程参与的 然后我们说的test 是呃 就是那个测试 他仅仅参与到UAT 然后像BA的话 你看到我们有这三个名字 Prod Owner BA Prod Manager 都可以叫 然后他会参与到这三个阶段 然后staging和production的话 你可以看到只有devose 就从UAT开始 devose会参加 所以他们其实工种 位置都是不一样的 这是所要经历的一个真实的 一个工作的 环境和经验里面 因为有的同学呢 可能造假简历啊 简历是假的 然后说我在某某公司做过 我在某某公司做了这些东西 但你说我们如果说 我们想去查 也不用去查 他真的有没有做 我们就问这个 这五个环境 只要是程序 只要是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如果说只是学校的经验 完全不知道 他怎么tray都没有用 因为这每个每个环节 都有每个环节的点 我们都可以随便一问 就知道他有没有工作经验 所以造不造假 问这个图 就完全能问出来 所以这是整个的一个流程 然后呢 developer和devose 一个工作对比 你们可能 有的同学可能见过这图 这个也是我们原创的 然后像这 有四种不同的火车 所以说从 有人想去做devose的话的理解 就首先做程序员 它是一个组装的工作 或者说它是一个造的工作 就creation的工作 它是造火车的这么一个人 如果按照火车来走的话 轮子 玻璃等等这些 它是造出来的火车的 所以developer最后的作品呢 是这些火车 那devose是什么呢 devose就是你们要想 如果一个火车 它能运人拉人 它得有铁轨 它得有调度 然后呢 它得有监控 它最明显的比方说 你们可以看到 火车站有一堆铁轨 但它出站的时候 只有两个铁轨 或者说只有一个铁轨 那为了不避免 火车会相撞 那devose也是干这种事 避免火车相撞 而且可以控制traffic 控制它的流量 并且能够高效的通过 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 这个火车呢 头接尾不断的通过 但中间没有任何空隙 那这个就太完美了 所以这个工作是比较难的 然后程序员的话 主要是造火车 所以这是两个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我们想了很多例子 我们18年到19年 到2019年 都没想出来这个例子 我们2020年 才想出来这个例子 给大家解释 因为devose这工作 还是蛮难理解的 然后这是developer 和devose之间的区别 然后呢 我目前如果说有人 想知道我们devose 班的成功秘籍 其实有一个 就是跟developer 和data engineer一起做 造铁路 就是这个铁路啊 是不仅仅是developer 同时还有data engineer 所以他们是同时 获得了双份经验 然后一起造铁路 这个是 如果devose想找一份工作 目前我们做了四年 三年吧 发现出来的唯一的一条路径 就是必须要一起做 不做是完全找不了 devose工作的 因为devose你可以学的话 你看都是工具嘛 如果你没有用过工具 没有在production和developer 一起配合做工具 是完全无法做的 目前我没有看到别的 别的在做啊 是我们独创的 然后这是一整个的一个工作 就是 一个项目的流程 这是一个web全站班的 一个项目流程 但是又其他班一起参与嘛 比方说确定选题 出审 就是我们导师 一起出审 包括我啊 包括其他老师一起出审 出审过了之后 然后再进入设计需求等等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又是那个循环 我们在一开始部分 讲那个循环 就是进行循环 然后这时候也会有devose devose是这种橘黄色的 他就会参与到这几个典礼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把它 打散之后 每个阶段 然后不同的人进入进来的 一个过程 所以它是比较 长的 比较难理解 你们可以好好去理解一下 这部分内容 让生产环境上项目展示 所以这是一整套的一个项目流程 这为什么我们要单 像正式上课的话 我们都要花一个小时 去讲整个课程的一个计划 安排等等 要不然大家不是很理解 然后devose班的话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三大企业背书 devose 然后不是devose 德勤 Nab和The Lesson 都是有非常强力的企业背书的 整个的内容都是大家认可的 然后直接招聘的 当然大部分人是进不了 At The Lesson 原因就是大家的代码能力不行 所以说要进入At The Lesson的话 一般我建议是一年之后 就你找到devose工作一年之后 然后再往At The Lesson送 然后进入到P4 24万 然后引入Devose 就合作在一起之后的话 DeveloperDevose同时会干什么呢 会了解CICD 就是整个的部署流程 这个很多公司 小公司都没有 只有大公司才有 所以这个东西特别看重 如果你真的面试 你面过就知道了 这个基本上都要问的 然后At The Lesson这些服务 如果不合作的话 用的数量非常小 但是如果我说 devose加进来 会用很多的数量 这样的话 你的简历也好 你经历的这些内容也好 会学很多东西 然后是多环境的搭建 像刚才那个 刚才这个图 这个图 没有Devose的话 是没有办法搭建 这个多环境的 所以说这个是改变 然后最核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找到工作的大杀器 或者高线的大杀器 就是这个组合 Terreform加API Gateway 加Lambda加Node.js 这四个加在一起 那求职薪水超级高 这个四个在一起 所以一般我们是最后一个阶段 如果有人有能力做到这一步的话 你们看到的十几万年薪 很快十几万年薪的 都是完成了这个步骤的 没有完成的 他们基本上拿不到了 这是一个最核 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方 OK 最后一点的话 就是如果找工作呢 在要期间找工作呢 就是一个方法 一个是学校Professor 然后PhD 然后你给你去挖 然后关注我们 然后Garm Trade等等 最后一点 最后一页啊 就是哪些找工作的平台 可能有很多人关心啊 就第一个是 我们自己有一个叫 澳洲求职情报局 你们可以关心一下 叫求职情报局啊 就是粉丝最多的那个 是要关注那个 蓝色的 跟我们这个是一样logo的 澳洲求职情报局 然后呢 是还有个叫Rebit 这个是我们之前合作的 因为他是做很多实习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做 但是他被收购了 最近他们管理层在 关键层 管理层有点混乱啊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其他的话 更多的还是LinkedInk LinkedInk目前是我们 大约一半多的学生 都通过LinkedInk找到工作了 这是我们LinkedInk 然后是其他的 就是我们一个是 江南学院下面 有个job页面 job页面是我们 能收集到的一些工作 然后还有个job pin 我们现在正在开发 用SGS开发 注册已经做完了 注册和登录已经做完了 后面会把 收尾的工作做完 你们就可以看到工作了 然后叫人找工 叫人找工的话 我们会及时分享 一些工作机会 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基本全是工作 基本全是工作 行 大体的话 今天我主要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